大家好,我是Chusha,歡迎收看安博足球快訊 星期三晚上,亞洲杯分組賽繼續擊戰 B組的日本會與印尼展開生死大戰 這場賽事件直播為大家進行現場直播 兩隊實力差距明顯,日本毫無疑問是亞洲頂級強隊 上將輸球後,今將自在重返勝軌 證明他們一定會火力全開 所以今將日本應該大勝可期 日本近年以來,已來到世界賽場上證明自己的實力 即使對陣一流球隊亦不落於下風 得益於他們完善的足球體制 培養了一批又一批戰術掃養極高球員 現在日本陣容裏人才仔仔 甚至有不少球員精戰在歐洲頂級聯賽裏 但今次亦未能入選國家隊,所以選都選不完 這令日本隊帶來極大競爭壓力 但亦能促進球員保持狀態及進行兩勝循環 馬洲杯分組賽頭兩輪,日本先4比2擊敗越南 之後爆冷不敵伊拉克 現在他們與印尼一樣有三分 雖然這場直接對話,只要擊敗對手便可以直接晉級 日本風扇上多位球員一定會使出他們的破門能力 當中,波琴攻擊手淺野托莫和菲燕樂前鋒上田已逝 都有較豐富的國家隊經驗 今仗面對排面實力不及自己的印尼 日本應該能贏球沒有難度 至於印尼近年來足球的水準也進步 但無法與日本相提並論 今屆亞洲杯之前,印尼處於各項賽事三連敗 分組賽首將他們不敵伊拉克 之後爆冷小勝越南獲三分 終結連敗退勢 目前他們的士氣得到提振 但想要挑戰日本顯然不實際 印尼球員大部份來自本土聯賽 經濟水準極其有限 只有少數球員在國外賺錢 前鋒內只有效力在河越球隊 海牙的史圖爾克這位球員 而這位年輕攻擊手至今 有九次國家隊出場紀錄 但目前未入球 今仗要挑戰好話振用的日本 印尼簡直是以卵擊石 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